所以我们真的没走错对吧 我从来都没见过这种风格的文物 要摔倒了 前辈 请小心点 如果摔进了水里不小心破坏了什么藏品 就算有那张支票 我们也赔不起 你看 我这不是没摔倒吗 要开波了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呀 我是游丽卡 很高兴又能和大家见面了 大家好 我是软薇薇 好心为游丽卡能安全开播 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 比起这个 是不是更该关心的别的 主播今天看起来很有抑郁风情 终于发现了呢 毕竟游丽卡已经出名到 有人邀请我亲自前往塞尔宫的米纳特哈玛仪 那座以宝石出名的城市 去请回一件 听起来很可疑 委托心里还付上了大额支票 游丽卡可没见过这么大方的坏人呢 更多的不能再说了 前辈 再说 我们现在也还没找到他要的东西呢 噓 万一被委托员听到了怎么办 哈哈 正如大家所见 我们正身处当地的博物馆 可是 这里也完全没有关于那东西的任何痕迹啊 前辈 要不要再看看委托信是怎么写的 哦 尊敬的游丽卡大人 无愿将未来托付于乳无法捕捉的定数之外 怎么感觉话里有话 无仅此引领乳智慧的长矛 神秘宝石沉睡于流淌清澈之水的祝福中 当乳迷惘之时 风将指引 穷途末路之际 虽黑犹亮 四尊神兽遥遥相对 正如永恒不变的昼夜更迭 宝石硬刻时光轨迹 扎根于淋淋水面 无托付如这崇高而神圣的使命 务必前往辉煌之城 帮无取回 熠熠生辉之时 奇怪 我们是跟着这一路的指引走来的吧 从最开始的 终于抵达了辉煌之城 米娜特哈马仪 尤里卡的侦探之旅即将开启 信中提到了水呢 不过放眼望去 这城市简直就是依水而建啊 我们又该从哪里着起呢 据说这座城市是塞尔宫重要的交通枢纽 而且历史相当悠久 在漫长岁月中 城区结构也逐渐错综复杂 我们两个外乡人找起来确实比较困难 哇 薇薇 你懂得好多啊 能帮上前辈的忙就好了 不过 我看了刚刚拿到的导览手册 水路规划还算比较清晰 不如请当地的驼兽载着我们沿河流找找看 那就拜托了 驼兽先生 米纳特哈马仪 整体采用了土石质感的建筑材质 保留了塞尔宫的独特古老韵味 而后期扩建的现代建筑 与老街区纵横交错 将塞尔宫的过往与现金箱柔和 行走在米纳特哈马仪 就如同在感受活着的塞尔宫历史 前辈你看 这里能更加直观地看到复杂的地表水道 我在书上看到说 就连地下水道也是纵横复杂呢 绕来绕去的水道混合着高温的热气 让游离看要晕过去了 前辈小心中暑 这里似乎一点风都没有呢 需要清凉油吗 谢谢 不过这么热的天 驼兽先生不会烫脚吗 也要来点清凉油吗 这座在绿洲旁孕育而生的城市 在新鲜水源的浇灌下 绿化也相当不错 而在此之上 增添的人文景观 诸如喷泉和守护神像的组合 也别有一番乐趣 我们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吧 波光灵灵的水面 如同宝石一样耀眼 反而有些 等等 有张纸盖在前辈脸上了 这是 大八渣宝石收购清单 宝石 不过这大八渣是什么地方呀 不愧是前辈 我刚打听到 大八渣是这里最大的露天集市 而在集市深处 恰巧就有一个宝石交易所 这不就巧了 事不宜迟 葳葳 我们赶紧去吧 前辈 别忘了要给粉丝们看的合影 差点忘了 终于到了 大八渣 作为当地最大最古老的集市 这是个谁能忍得住不满呀 我来了 等等我 前辈 别忘了委托的事情 没想到 在遥远的萨尔宫 我也这么出名 怎么了 前辈 我一到这里 便有好多热情的当地人 跑来欢迎呢 喂喂 我去前面看看 等等我呀 前辈 需要来一杯光果干草芝麻 美丽的女士 你知道 她以出色的美容效果出名 除了我们这儿 相信在别处您很难喝到如此新鲜的光果干草芝了 而一杯只需要五个蒂娜尔 来两杯 想必女士您此刻 急需一杯浓郁咖啡转换心情吧 咖啡加上我们当地独有的香料 实属精品 只要您接过这杯 您就是米纳特哈马仪最有品味的人 尊贵的女士 这款限量发行的邮票收集册如何 小小的邮票 却浓缩了米纳特哈马仪所有的致命风光 买到就是赚到啊 女士 牧羊 哎呦 远道而来的客人啊 我从来没见过与闪闪发光的宝石 是如此般配的女士了 啊 项链 耳环 戒指 手串 不来一整套吗 女士 哇 呃 这里的宝石 好像和尾头信上写的没什么关系啊 再说 我好像没带这么多钱 嘿嘿 看在女士您美丽脸庞的份上 今天特别打个八折 一整套只需要四千地带 但是 呃 女士 请听我再多说一句 我这里的宝石 可不仅起到造型上的作用 啊 像净化您的磁场呀 为您带来好运呀 全都不在话下 还有 什么像这绿镜耳环 曾经有位女明星以来买过 在此之后 她就成为了 进来一套 嘿嘿 喂喂 这堆东西帮我拿换 我再去看看前面 啊 前辈 前辈你慢点跑 我们还没解开谜题呢 啊 啊 不过 这是什么 收集册里的这张邮票里画的 不就是委托信里写的 四尊神兽遥遥相对吗 您好 请问这张邮票所在的地方是哪里呢 本地最著名的地标建筑 那座博物馆 谢谢您 再来一份鲜榨果汁 啊 不用了 但是谢谢您 前辈 回来呀 我好像找到了线索 啊 对了 走之前别忘了拍照 在这里就要先和图兽先生说再见了 去 去 怎么不走 什么 要支付一万吃惊的下托收费 啊 前辈 看来我们要走路回城了 不是吧 不过尤里卡相信 我们已经离答案越来越近了 嗯 我也这么觉得 嗯 仔细一看 这座博物馆确实撑得上恢弘大气 似乎是博物馆历史悠久的缘故 外观无不彰显古萨贡的设计元素 但是内部却又充满现代装潢 令人意外的设计方式 哎 前辈 这是什么 对 这座博物馆历史悠久的设计则 发亚瓦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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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座博物馆历史悠久的设计则 Its gilded halls our highest glory its elegant pillars our greatest civilization a temple to the grandest history like a flowing river takes all in as its own a testament to a legendary luxury inscribing time with prosperity and wisdom come witness this magnificent treasury with glittering jewels ornate in ancient revelations come revere this culmination this power embodiment centuries in the making this unsung hero from the shah's very court tales and epics countless as the finest sand welcome dear patron aboard this bark of varjavan the 现在怎么连直播也要被插播广告了 我们已经在这博物馆前后左右转了不下数圈了 哎 葳葳 要不我们先把打卡照拍了吧 葳葳 前辈 好像有人要来找我们了 哇 啊 嗯 嗯 啊 啊 啊 好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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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纳特哈马伊 萨尔贡沙漠绿洲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相信大家也从刚才的影片中 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热气 那么在这个夏天在这个交织着古老与现代的辉煌之城 又将发生怎么样的故事呢 诶 等等等等 你画风怎么和我不一样了 这叫入乡随俗 不对呀 我怎么也变了 我这才是入乡随俗吧 好 好 by bwd6 果然 只有走出办公室 才能见识到更多东西 珍宝总是一来登场 多谢你们让我搭顺风车 要是我那人 独亚卡普 呆死在天图之中 可是萨尔共的一大损失 没听说过 没关系 等有一天 这个名字会变得无人不知 你好 我是 我代表一位尊贵的套下 来与人商议在他领域上的合作项目 我的名称是珠娜佩卡佩 大吉他哈特西夫苏特 但朋友们都借我佩佩 我代表一位尊贵的套下 司 wy��를要绝扰 我代表一位尊贵的套下 我代表一位尊贵的套下 你又来一位尊贵的套下 你怎么能贵的套下 prosperity 我代表一位尊贵的套下 反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来到2024年夏日活动版本 太阳甩着身后 从刚才的PV里看 这次的冒险似乎集中在当地一座博物馆呢 是的 故事要从一块沙阿时代的宝石说起 佩佩以这块宝石为线索 恰焚慢贯节期间 当地的法尔甲万达巴德博物馆将特别展出沙阿时代的无名将领 因此他将前往米纳阿克哈玛伊 希望通过那件展品解开沙阿留下的不解之谜 而我们将跟随佩佩开展一段特殊且新奇的冒险 经历意想不到的展开 邂逅不同身份 怀揣各自想法的人们 或发掘历史真相 或找寻真实的自我 或探寻意义 而这一切似乎都指向一个命题 历史的背面 诶 就此打住 更多的还请博士们在游戏中体验了 那我们先来认识认识两位新朋友吧 佩佩是禁卫中的汉帝主 攻击时能使目标周围的其他敌人 受到相当于攻击力50%的群体物理伤害 他的第一天赋往昔传承 能使佩佩在技能期间 每击到一名敌人都能在技能结束时获得一点激励 至多回复数点 这是一个回转向的天赋 佩佩的三个技能都能从这个天赋 获得激励回复的效果 加上佩佩作为汉地者 有着可观的轻杂能力 所以在面对敌人数量较多的关卡时 佩佩的技能回转将会变得非常快速 这个技能也非常考验 博士们对佩佩技能释放时机的把控能力 如何才能获得最大的技能回复增益呢 这个问题就交给各位博士们发挥智慧了 而佩佩的第二天赋 弥散联香 则有着当佩佩在场时 使所有禁卫干员攻击力提升的能力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 且直接的团队型增益天赋 佩佩可以通过自身战场 来增益队内的所有禁卫干员 一同打出更强力的输出 我们敬畏职业也终于有自己的加成光环了 好业 那么再来看看技能方面 首先是技能一 盖戳 该技能可在下次攻击时造成一定物理伤害 而当处于异常状态时 可以释放技能 并清除异常状态 且能进行充能 可以说这是一个强力积累的技能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技能具备开启时 解除自身控制效果的特殊能力 因此在面对诸如寒冷 冻结 晕眩等敌方控制效果较多的场合时 佩佩依旧能保持不错的输出 而且因为强力机技能本身的技力需求不高 结合往昔传承的回复技力效果 佩佩可以在面对怪害环境时 反复开启该技能 并频繁解除控制 再来就是技能二 阻恶混乱锤 当开启该技能时 佩佩的攻击范围扩大 攻击速度和攻击力都将提升 并随机攻击范围内的目标 而在每次开启这个技能后 都能额外提升后续开启技能的攻击速度 猫猫乱锤 越锤越快 你这么说我都有画面了 那最后是技能三 时光震荡 该技能使佩佩的攻击间隔略微增大 攻击力提升 攻击会使命中的目标晕眩 对主目标的晕眩时间提升 在每次攻击后 建设范围会扩大 且攻击力额外提升 而且这个效果可以叠加数次 这个技能强化了 汉地者每次攻击附带剑射的特点 随着佩佩的攻击 对应的剑射范围也将越来越大 逐渐形成一个常态非常广的剑射范围 同时 三技能的攻击 能使包括剑射在内的所有敌人 陷入晕眩状态 这样既保证了佩佩和队友们的生存 又拖住了敌人的脚步 从而进一步更好的输出 就等眼尸端上来了 那必须的老样子 我们来看看佩佩一技能 在敌方控制能力较强环境下的表现 这不是主线的一须6-3吗 我记得战场中有大量的冰爆原始虫 冰术师以及冰刀割 还记得当时开荒打的时候 干员们很容易就被控住了 那可得仔细规划站位和策略 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 熟悉的博士们应该都知道 在这样干员频繁被冻结的环境下 常规的地面干员很难进行有效的持续输出 不过现在也可以期待一下佩佩 可以看到她在面对源源不断的原始虫和术师时 仍然可以轻松应对 并且配合自身的一天赋 还回复了一些激励 是的可以感受到她的游刃有余 下面这一波冰刀割伴随一些冰爆原始虫走过来了 如果干员面对冰刀割陷入冰冻状态的话 就会非常危险 别慌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佩佩 依然非常轻松地解除了冰冻状态 这样就可以顺利地扛下冰刀割的攻击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佩佩三技能在面对高危敌人时的伤害和控制能力 这里佩佩先开一波技能 解余掉两个骑士团精锐 这两只敌人的攻击频率比较高 而且能降低我方干员的攻击力 需要我方干员尽快消灭 这里我记得是双子骑士空气关 前段时间我记得还在萨卡兹的《无中旗语》中见到过这两名敌人 其中一只狂暴以后直接把我的阵线给冲爆了 是的 狂暴之后的骑士对阵线的破坏能力是相当强的 可以看到两边的双子骑士也分别走过来了 可以看到远程骑士即便还没进入狂暴状态 还是对我方阵线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这感觉很难扛下来啊 如果不进行有效的控制的话 很快我感觉双子骑士就会突破我方阵线 这就需要看佩佩了 这边她直接开启技能 可以看到双子骑士的攻击抬手都被打断了 很快就能把这个远程哥给消灭掉 好 可以看到把远程哥消灭之后锤哥也狂暴了 但是还是抬不起来手 这边很快就把锤哥也消灭掉 非常完美 诶 佩佩的三技能在面对大量敌人时的伤害和控制表现也不容小觑 这里我们来到的是萨卡兹的无中气宇中第四层的紧急作战 星红涌道 相信博士们一定忘不了这关中敌人数量之多 遇到压力之大 但是没关系 这里我们还有佩佩 可以看到在无藏品的情况下佩佩的出动就非常快 一波技能已经清理掉了大量的大尖之处 一旁的宝箱也被顺手解决掉了 而且因为技能开启期间 佩佩击倒了很多敌人 这使得她在技能结束时便回复了大量的技力 也能更快地开启下次技能 总的来说 在这样敌人密集的作战环境下 佩佩依旧能从容面对 相信在各位博士的指挥下 之后的战斗中佩佩也能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大家坚持住 另一位新朋友 那人土亚是狙击中的回环射手 她在持有回旋投射物时才会进行攻击 攻击后的投射物需要一定时间回收 那人土亚的第一天赋 我见我得 这个天赋非常有意思 当那人土亚每次攻击敌人时 都会偷取敌人一定的防御力和攻击力 这个偷取是有上限的 可以说她在削弱敌人的同时 提升了自己的输出和生存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偷取会在撤退后重置 另外即使是那人土亚自己已达到了偷取的上限 也能继续削弱其他未打上限的敌人 然后第二天赋阿罗虚影 她能使那人土亚获得一定概率的物理和法术闪避 让周围八格内 敌人的物理和法术命中率降低一定比例 她能提升那人土亚的生存能力 还能在一些场景下为队友提供保护 下面来看看技能方面 技能一旋刃是一个千环类技能 尽管开启技能后 那人土亚的攻击距离减少 但回旋投射物能在敌人间进行最多三次的弹射 因多次攻击到敌人 也能更快触发天赋一的透剧属性 这点同样适应于后面会讲到的两技能 二技能恶眼的攻击模式比较特殊 那人土亚所发射的回旋投射物 在命中首个目标时能让其短暂停顿 回旋投射物在短暂突进后进行折返 并且在返回途中对穿过的所有敌人 再造成一次物理伤害 可以说那人土亚能拥有一定的对群能力 最后是三技能吞日 当三技能开启后 那人土亚在每次攻击时能发射三个回旋投射物 当他回收全部投射物时 会对周围八格内最多三名敌人造成斩击和停顿 当敌人距离自己较近时 除了可以更快进行下一次攻击 还能更加频繁地触发对数名敌人造成伤害和停顿的斩击 到光中起舞来攻击周围的敌人听起来很有意思啊 简直迫不及待想要一睹围快实战情况了 这就来了 此时那人土亚携带的是二技能 我们来看看这位回环射手的表现 刚看到好大的攻击范围啊 他能同时覆盖山山两片区 但他站的位置没问题嘛好像有点危险 不要太担心 回环射手这个模板有着相对较高的生命值 而那人土亚的一天赋可以偷取属性 二天赋可以给他增加闪避 以及降低周围敌人的命中率 这让他更不容易暴毙 你还别说啊 对这个回环投射物折返路径上的敌人造成伤害 这个二技能的攻击模式也很合作 是的 他比想象中更容易攻击到多名敌人 可以看到很快就把一片敌人消灭完了 那人土亚的三技能也不容小觑 真的吗 他迎战的可是我们的老朋友倪言巨像 大家打过的都知道 这家伙的血量极高 还有非常大的进战威胁 诶 来看看那人土亚的发挥 在石像走过来之前 他已经利用攻击范围优势 偷取了很多敌人的防御力和攻击力 为我所用 现在敌人即将发起进攻 我们准备开启技能 可以看到敌人聚集在那人土亚周围时 回旋投射物会因为飞行距离较短的原因 更快回到那人土亚的手中 从而更早发起下次攻击 确实看起来那人土亚的攻击频率非常高 倪言巨像很快就顶不住了 而且刚才回旋投射物被回收时 还可以继续对倪言巨像造成一些停顿效果 那一定程度上也延缓了它前进的步伐 是的 回收投射物时的斩机 还能同时命中三名敌人 也拥有一定的打多能力 在本次活动剧情里 构装体们在城内制造了许多结晶地块 你说要是遇到了那些被污染的结晶 肯定会很麻烦吧 不信你看那边 这地块上好像真有些诡异的东西 诶 糟了 部署在上面的干员攻击速度好像变慢了 确实 看来这里的结晶还没有被进化 因此附着了特殊立场 这种特殊立场会导致我方干员的行动变迟缓 使得攻击速度大幅降低 不仅如此 站在结晶上的敌人还会被强化作弹能力 你看这个小怪跑得飞快 是的 这些结晶看似非常坚硬 实际上只要攻击达到一定次数 这个立场就会被削弱 从而进化然后消除 刚刚部署的猎方攻击速度非常快 很快就完成了一块结晶的进化 是的 而且它的攻击 还让进化扩散到了周围 当结晶紧密相连时 它就会形成一个区块 只有将一个区块内所有结晶进化完毕 结晶区块才会一次性被同时消除 明白了 听上去只要不断攻击一块已进化的结晶就行了 是这个道理 这关 这关的结晶非常分散 那要怎么才能把他们一次性全部消除掉 很难搞 别担心 我们有纯净结晶 它就像一座桥梁可以连接相邻的结晶地块 这样我们干员攻击所产生的进化效果 就可以不断在所有区块内传导 确实奇效了 场上的结晶看起来可以被一次性全部消除了 是的 只要连通我们所需要进化的结晶 就能为战局带来很多帮助 还有更多巧妙的用法 就等博士们在游戏里探索了 不过这么大的博物馆 除了特别展品外 应该还会有别的体验项目吧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走过路过千万不能错过博物馆 特别开设的宝石铭客体验课程 由缩查老师做征授课 博士们能亲手体验为宝石原料 刻印上独特的原石回路 不过不同的原料 有各自不同的铭客工艺 大家可以多在博物馆周边转转 或许能收集到相关工艺 下面我们给博士做一轮简单的演示吧 博士们可以点击手牌后 查看每个工艺的效果 比如这张的效果就是 将没有纹路的初级火焰一钠 刻上一道纹路 变为价值更高的火焰一钠一 面对如此种类繁多的宝石 恒砂那好心的发条乙兽 会在暗中提供帮助 它将告诉你更高级宝石的制作方法 和恒砂对每个宝石平分的标准 当博士们拿取到相同的工艺 对工艺进行升级后 还可以获得额外效果 你看这个工艺的效果就是 不用放入操作台 在首排区即可生效 我们立刻来试试看 不过去操作台之前 我们还是把周边部工艺 都进行一个零元购吧 现在我们来到了操作台 可以看到正上方是 需要达到的分数目标 这个分数要求可真高 但我们现在离这个目标 还是遥遥无期呢 也难怪毕竟对宝石成品 进行严苛检阅的特评专家 可是那个横杀 整体的工艺会从走到右进行生效 请博士们注意合理安排 工艺的使用顺序 让链路串起来 不过目前的分数还不够达到目标 只有我们的成品 宝石分数能够完全符合 横杀所设定的目标时 才有资格获得它的批准 得以进行下一批宝石的应客 是的 但是别忘了 我们的工艺是有升级效果的 那让我再调整一下 上方显示的预估分数 只能预测升级前的基础效果 但是我们点一下加工 可以看到升级效果 确实在手拍里生效了 连续加工成功 真不错 大家记得 多查看工艺升级后的效果详情 每种名课工艺都有不同的特色 这绝对是前所未有的保时近距离体验机会 博物馆还将提供更多不同机制的课程 就带大家亲自体验一番了 课程准备还要一段时间 但博士们可以先跟随我们看看新上的时装 你是选择享受吸纳地域特色最鲜明的元素 超越想象的错位之美 还是去体验体验捐客了某个时代的瞬间呢 当然是我全都要 超越巡礼系列 时代系列即将上线时装商店 欢迎博士们届时前往选购 超越巡礼系列包含了夜莺的时装刘灰 温蒂的时装清廷 贺德雷的时装陈思之亭 其中夜莺的刘灰为动态时装 刘沙倾泻光影流转 看夜莺抬手 金色光辉洒在静谧的蓝芝上 柔和且梦幻 楼宇升起 纯白无暇的家园 会是它美好的梦吗 而时代系列则包含了 纯净埃亚法拉的时装 远行前的野餐 清纸的时装 晚风休息 其中纯净埃亚法拉的远行前的野餐 含有动态形象 入场动画和专属语音 这是梦 雷 雷 雷 温暖的梦 有动态 还是和大家一起吃菜甜 快看 他在等你站到他身边呢 来和艾亚法拉一起参加野餐吧 然后依旧是老规矩 在限定寻访开启期间 大家可以登录游戏 领取赠送的十连限定寻访评证 同时在本次限定寻访 在流沙上刻印中 累计寻访满300次 可以额外领取一次限定干员佩佩 每日赠送的寻访评证 也请记得上线领取哦 还有活动期间 每天都可以参与的大巴扎许愿强 也等待着博士们 听说最近博物馆还策划了一场特殊的展览 缩草和提提为此忙得直打转 佩佩也对这个展览非常好奇呢 博物馆大发现网页活动现已开启 更多内容还请关注明日方舟自媒体的相关动态 既然说到了萨尔公相关 就不得不提一嘴 在本次下火版本即将更新的 深吸演算的新一期内容拓展了 随着深吸演算内容拓展二的更新 博士们可以体验到全新的异兽墨浴 在异兽墨浴 博士们将会遇见一类名为异兽的神秘生物 异兽和之前我们捕捉的野生动物有什么区别吗 我们来一边演示一边和博士们解释 这些异兽游荡在墨浴中 具有一些神奇的能力 且需要特殊的方法才能捕捉 但捕捉成功后也是好处多多 是的 博士们可以在异兽出没的节点里布置追猎发射台 当异兽的血量被削减到一定范围后 可以只会干员攻击发射台 就能成功捕捉了 太好了 除了异兽 还有更多可供捕捉的动物等待博士们发现 另外 铸扎地再次进行了升级 新增了更多设施与支援道具配方 博士们可以将捕捕的大型生物和异兽 续养在铸扎地的大型兽栏 部署全自动切木栈等生产类设施 来定期获取各类建材资源 只是这些好处当然不够 更特别是捕捉后的异兽 还可以和博士们并肩作战 拿我们刚捕捉的拟男兽举例 我们可以在战场中部署这个拟男斩后 拟男兽就会出现在战场上 协助博士们 而随着对新墨域的探索 博士们还能获得全新的阻料 用这种阻料制作的永仙料理非常美味 干员使用后 可以获得永久持续的各类独特效果 这部分就等待博士们的发掘了 没说到道具 我们还新增了助力博士战斗的制式道具 博士们将制式道具编入道具编组后 进入战斗将自动生效 为博士们的采集与战斗提供增益 这里也特别为博士们展示部分永仙料理和制式道具的效果 供博士们参考 借着这次机会 我们也对已有的内容进行了优化 比如缩短了墨域的筹备周期 博士们可以更频繁地探索墨域了 每个结算日过后 博士们可以安须前往固有墨域 百变墨域 以及全新的异兽墨域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博士们一次只能选择一种墨域前往探索 以上内容请博士们耐心等待了 那么在博士们等待内容拓展2开放之前 深吸演算还有别的可以体验的新内容吗 这必须有啊 为了满足不同的游玩体验 在本次夏季活动更新后 博士们可以立刻体验全新的模式 修养模式 在这个模式下 博士们能随意体验 探索 墨域 原始冲赛跑等玩法 不会再有迪奇主动 向博士们的驻扎地发起进攻 当博士们准备好后 仍然可以主动向强力的迪奇发起挑战 一起来享受和平探索和建造的乐趣吧 随着内容拓展2的开放 我们会同步推出现实任务版活动 在该活动开启后 博士们可以通过完成日常任务 活动任务 获得探索者兑换点数 累积点数 可以获得包括 月月新时装在内的各种奖励 敬请期待 在下话后的版本中 我们还将迎来另一种新玩法 罗德岛为检验干员们的实战能力 在内部举行战力测验和作战演习 被称为实量突破 博士们可以在这次演习中 找到适合自己的作战方式 提高作战水平 既可以指挥多处作战 逐一突破形成战略优势 亦可以迎难而上 带领一支王牌小队单点突破 只要积极参与 大家一定能从中获得宝贵的实战经验 不过这如果是在内部 那作为敌方的训练官 岂不是 你猜的没错 这次的训练官可不简单 是根据罗德岛精英干员的作战数据 重构出来的作战模型 他们会在指定关卡 等候各位干员 而且随着战斗的深入 还会不断解锁新能力 因此也会越来越难对付 面对这样不断升级的训练官 干员们会怎么应对呢 我有些迫不及待了 在这次的考核中 还将设立部分补给点 虽说是补给 但对方可没有好心到白给啊 哦 在补给点中 会有少量精锐的敌人助手 博士们需要根据战线条件数量 派遣一至三名干员组成小队 将其击败后 可以获得补给 几处补给会包含 可用于核心突破作战的 各类特殊增议 可以改变作战环境 削弱敌人能力 增强我方能力等 有效降低核心突破作战的难度 那我肯定先狠狠抢走所有补给 阁下又该如何应对 这点早就被训练官们想到了 为了防止补给点失守 导致的争议失效 在特别战线中 需要指定干员助防在对应的战备补给中 那些助防的干员将无法参与核心突破的行动 也无法在助战中被选用 那我能临时调离这些干员吗 当然可以 博士们可以主动撤离住防在战备补给中的干员 让他们重新加入到其他行动中 但是没有干员住防的战备补给 也会因此停止攻击 具体的策略发挥 就等待博士们的表现了 我很期待考核上线的那天哦 不知道博士们 在探索这些新奇的萨卡兹故事时 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浮于水面的花瓣 指向东方 招式着萨卡兹解决困境的方向 我们将首次在集成战略内容拓展一中 额外新增一个全新的结局 除此之外 还会有新分队 新思绪和新关卡等待大家探索 其中步伐有意思的神奇效果 比如有一种异想天开分队 开局后可以随机获得其他分队的部分效果 来组成一个新的分队 再偷偷和大家透露一下 其中甚至包含一些广期主题的分队机制哦 而面对新的危险环境 干员们也展入了全新的姿态 在本次夏季活动更新后 将新增凯尔西 奎盈 两位干员的特线模组 好像出现了没听说过的名词 什么是特线模组呢 这是一种仅在特定玩法环境下生效的模组 其机制将更为特殊 可以让干员们在特定玩法环境下 有一些更具特色的表现 在集成战略环境下 装备了特线模组的凯尔西干员 可以同时治疗两个目标 Monster不占用部署位 生命上限 攻击力 受到的治疗效果都将大幅提升 真不错 凯尔西医生和Monster 也可以在集成战略中 做到更多的事情了 在集成战略环境下 装备了特线模组的鬼影干员 自身和虚影的每次攻击 都可以使自身和虚影 下次再部署时间减少 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平A 让自身和虚影更频繁的部署 不仅如此 虚影也不占用部署位 且部署虚影时 魁影会再次释放技能 哦 魁影能多次释放技能的话 岂不是能叠加技能的buff 没错 技能效果同时叠加会有一个上限 但确实可以形成一些有意思的效果 博士们届时可以探索尝试 特线模组的解锁和升级材料消耗 相较于其他模组 大幅都降低 解锁或升级特线模组 均只需花费一个数据模组块 后续也会在庆典 春节和夏日嘉年华的限定节点 期间继续更新 干员们的特线模组 不得不说 萨卡兹的故事真是复杂 可探索的内容可太多了 我们感受到了 博士们对萨卡兹集成战略的喜爱 本次集成战略 会额外增加一次内容拓展 总计三次内容拓展 还请博士们耐心等候 不仅是刚才所说的内容追加 我们也一直在能为博士们 带去更好的游戏体验而努力 我们深知达成这一目的的 最重要的一环 就是倾听大家的反馈 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改进 而在今年以来 我们在各种渠道 收到了许多新加入的博士 提出的关于前期体验的意见 在此非常感谢博士们的反馈 趁着这个机会 接下来我们也和博士们一起聊聊 在8到10月份期间的 长线优化计划 首先是针对新手博士们的优化内容 没错 我们结合了新手博士们的诉求 对新手卡兹的六星干员进行了更替 在本次8月1日的夏季限定活动版本更新之后 后续注册的博士们的新人特惠卡池 将会替换为图上的这几位干员 你别说 这几位可都是老博士们开荒时常用的强力干员 新手博士们配合注册后 在邮箱立即领取的合成域进行招募 就可以更加轻松地开荒了 对的 但是反过来想 老博士也可以针对新人特惠卡池的阵容 给新博士更多开荒的指引和建议 不过我觉得这还不够 所以我们在新手博士累计登陆第五天时 额外添加了一张高级干员调用凭证新人 这张凭证可以让博士们再自选一个六星干员 这样新博士们就可以由两位六星干员为他们的开荒之旅保驾护航了 是的 这受到迁道奖励可远远不知刚才说的 同样是在8月1日的夏季限定活动版本更新后 我们针对新人博士的前期登陆奖励 整体优化了7日连续迁道和14日累计迁道活动的具体奖励 此外 新手博士在首日登陆时 可以领取一张资深干员特讯邀请函 可以将一名五星干员直接升级至精英阶段二 在连续登陆的第三日 还可以领取一张中间十连巡逢评证 通过14累计迁道 可以获得8份高级材料提后卷 自身干员特讯装置 以及刚才讲到那张额外的高级干员调用凭证新人 喂喂喂 这奖励一解之拿到手软 不过老博士缺的这块谁来补补啊 别急 针对这个情况 我们会在本次夏日活动上线的时候 给所有在2024年8月1日16点前注册的博士们 发送特别追加的奖励邮件 别忘了就是8月1日下午 欢迎博士们一起上线领取 除了新手博士的奖励外 我们还新增了教学关卡 新手期的资源关卡限时全开 并优化了新手引导等内容 同时我们也欢迎新博士们 通过新手问卷的方式 对明日方舟的前期体验 提出更多宝贵的意见 我们在此等候着各位的反馈 此外在8月1日的新版本中 我们还新增了训练场 来帮助博士们进一步了解 游戏内的关卡战斗机制 届时 游戏内将新增一批进阶项的训练关卡 对通关3-8关卡的博士们开放 博士们完成关卡的挑战后 可以获得合成欲奖励 后续也会随着关卡战斗机制的更新 增加更多的关卡 另一个将在8月1日版本中 立即生效的优化项目是 模组解锁的信赖值门槛调整 这一调整将降低博士们 解锁模组的门槛 使得更多的博士们 能够更早地体验和使用各种模组 进一步增强战斗力 因此 所有模组解锁时候的信赖值要求 将由100降低为0 而模组升级至2级 3级时的信赖值要求 分别调整为50、100 以上就是本次下级活动版本带来的调整了 或许会碰撞出别样的火花 不管怎样 我猜你想说 是的 明日方舟和迷宫范的联动活动 快要和大家见面了 太好了 今天能不能加加餐 除了之前公开的3C 还会有谁出现在泰拉呢 齐尔查克 是你 我实在是好奇 他会如何参与战斗 在泰拉生存下去 虽然他常常强调 不要把它算入战人力 但是别忘了 齐尔查克的敏锐感官和开手能力 加之体格优势 在帮助团队逃脱限点上 可是一把好手 也许在泰拉的探险中 他可以作为情报官 帮助团队获得关键信息 那这是越来越期待活动上线的那天了 别急 今天还有第二段加餐 不过谁说 这做饭的时候就不能打架呢 这次战场上怎么有口大锅 刚刚小克击杀的原石虫 好像有部分掉到锅里去了 没错 饿着肚子怎么战斗呢 所以这次可是要挑 可食用的敌人下锅 说了这么久 终于要对原石虫下嘴了 别让这只虫子跑了 别慌 有三种不同的虫子 口味丰富 营养充足 这对饭肯定没得说 这 闪亮虫子好像在钻地 他要跑了 这可有一队人嘛 怎么可能让这倒数的虫子飞了呀 怎么办 现在还不够开锅呢 小克都要饿婚了 那刚刚从闪亮虫子上 掉下了特殊食材 拿这个补上吧 那么各位开锅 我似乎最后一波食材 敌人 敌人 敌人了 虫海来了 让泡泡卡鼓响一颗果子 就可以轻松应对了 这顿家餐吃得如何 我看 够评个三星米其林了 那更多的内容 就请各位博士在游戏中体验了 在等待活动到来的时间里 大家也请不要忘记 营养均衡的饮食生活 调整好生活的节奏 再加上适当的运动 只要注意这三点 自然会有强健的身体 同时 大家期待已久的 2024明日方舟音律联绝 不密浪程官方录播 现已于Bilibili独家上线 感兴趣的博士 千万不要错过了 时宝喝足后 欣赏音律联绝 实在是再惬意不过了 除了录播的上线 还将推出游戏内的 主题名片礼包 音律联绝EP 蓝光点藏礼盒 主题Bilibili收藏集 主题QQ音乐 连名款周边套装等产品 更多的消息 请博士们持续关注官方公告 以上就是本次 特别通讯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各位博士们能喜欢 咦 我们又变回原来的样子了 真的呢 博士又可以灵活转动了 那我们也就先下播了 该去打点行李 迎接那个灼热干燥 又充满历史韵味的夏天了 那么就先和各位说再见了 拜拜 在墓里的神秘人 怎么还没来找我们呢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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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洗 发费的 有很多外国的今日